主料,零角肉,289克,排骨,232克,主料,油,盐,鸡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食材,以吃壳的红粒,食材,排骨,将排骨洗净,加入适量的盐,加入适量的生粉,拌匀,腌制30分钟,炒锅倒入适量的清水,盖锅盖, 大火煮,水盖,放入腌制的排骨,煮到半生熟,老起,沥干,将炒锅中的水倒掉,洗净,排骨再次放入炒锅中,加入适量的清水,盖锅盖,大火煮,煮滚,全部倒入砂锅中,盖锅盖,大火煮滚,放入洗净的零角正,大火煮滚,转小火,煮30分钟, 加入适量的鸡粉,加入适量的食盐,拌匀,即可关火,盖锅盖中,就可美美享用了,细细,烹煸技巧,这汤不能下葱花和胡椒粉,一下味道全变为了,细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